欢迎来到公元6602年 基因改造让所有人都青春涌住 但时间变成了唯一货币 对于小帅来说 他只希望自己的表能超过24小时 不充裕的时间 让小帅的生活只能跑着来 看着上涨的物价 领着缩水的工资 注定总会有穷人死在街边 这天下班 小帅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富豪 他竟然有一百年的时间 不出意外 一群强盗盯上了富豪 小帅瞅准时机 但翻一个看守 带着富豪逃离 小帅怒斥 那是个问题 富豪却说出了世界的真相 而无力改变的富豪才想要死亡 第二天一早 富豪将自己的时间全给了小帅 小帅醒来时 就看见富豪坐在桥上等死 拼命跑来的小帅 也没能救下一心求死的富豪 拿着百年时间 小帅找到好友告别 想带着妈妈前往富人区 并给了好友十年时间 那一瞬间 我也想成为小帅的好基友 妈妈还完贷款 准备搭车回家时 才发现公交涨价了 对于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她 两小时的公交费 就让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她只能向着家的方向跑去 而等在公交站的小帅 没见到下车的母亲 突然意识到不妙 沿着公交路线追去 妈妈只剩下十秒钟了 看到了跑向自己的威尔 两人开始死亡竞速 但不幸还是发生完 妈妈就死在了威尔的怀影 NOO 我